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這一集的運氣法則 運氣法則不知不覺間來到二十多集 我們今集延續上一集的話題 有時我們人生都是這樣 有時我們未必想不到 我們可以反轉去想 例如我們人生要成功 我們要有運氣 我們要做些什麼 你固然可以這樣想 但我們又反轉 如果我們要成功 我們一定不能做 反轉我們留意人生很失敗的人 他們會有什麼共通點 我們就要避免那些事情 當我們避免那些事情 我們同樣也有機會得到成功 第二件很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些實例 你要看實例 看真實發生的事情 感性的人他失敗 為什麼呢? 因為他腦海全部是一些不真實的事情 不值得去討論的事情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一件事值不值得討論呢? 我們要看成功能和成功 我們是否只是說情緒感覺 這些是最沒有意義的事情 你覺得蘋果好吃 我又覺得它不好吃 你說這些東西沒有意思 為什麼好吃 為什麼不好吃 下去去情緒感覺 你說它很甜 我覺得它不夠甜 還有什麼? 你想想吧 你說它很爽口 我覺得它不爽口 嘩 嘩嘩聲還不爽口 對呀 嘩嘩聲 我覺得不爽口 而且它也不是嘩嘩聲 為什麼要嘩嘩聲 感性的人 最容易跌落這思維 人家說什麼呢? 他第一句就已經去到結論了 我覺得不好 我覺得不是這樣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反問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樣 嘩 好像自己很無敵 其實我們遇到這些談論 是沒有討論的價值 我們去討論一件事 我們要進步 我們一定要有規定 何謂有規定 我們就是基於一些 我們大家都認識的事實 你去做一個依歸 我們才可以去暢所欲 而我們去討論 發表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開始是沒有規定的 譬如剛才提到那些蘋果 對呀 嘩嘩聲就爽口 我們都認識了 嘩嘩聲是爽口 對呀 那它真的爽口 這樣才會談下去 如果不是 對呀 嘩嘩聲 它不是爽口 就不能再討論下去 那我日常 我見客 當然我遇到不少真實的個案 當我遇到這些情況 我都很難再討論下去 譬如類似是這樣 在博弈上 我的客人找我做感情諮詢 以它應該要模仿 可能它要運一段新的感情 類似是這樣的東西 那就去找吧 有條件 有年輕 也有機會 沒有問題 但是 沒有每來尾就是 自己先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怎樣呢 認識了一個男人 大約15年 也結婚了 兒子也二十幾歲 我說這些直播率真的不高 要一個男人離婚 其實難度很高 他完全就不認識了我說這些 他就開始九五八八了 明知道這些是對的了 不同意 不認同 說別的東西 感性人的強項就是這樣 他說什麼呢 就是說 他約了我兩次 他對我多好 其實是不是值得交往 這些你不能討論 所以我遇到這些談論 我真的很害怕 那我日常遇到這些實例 我把這些實例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 運氣法則就未必分享感情 如果感情多些 你可以看我的blog 我們的程度農事的podcast 我們分享很多 那我這裡是分享人生 人生 我亦都會找一些 真是人生match up的實例 工作失敗的實例 那我又找到一個 就是這個沒有人比我更熟悉 一個認識了超過二十年的朋友 那我一直看著他 一直看著他 那我就可以觀察到 找他的共通點 失敗的共通點 失敗的最大特徵 那你就去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之前 如果大家還未讚好這個頻道 可以讚好這條影片 可以留言 你的想法很重要 因為我也是靠你們的想法 而互相進步 那旁邊有一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有新片 下一期的運氣法則出版 第一時間可以通知大家 我們今天就繼續分享 去到第四點 上一集我們分享了三個重點 第四個重點 我其實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第四個重點就是 給人抽後腳 那你一想 你怎樣把給人抽後腳 用一些比較優雅的中文顯現出來呢 抽後腳 即是連累自己 類似是這樣的 那人 給人 那人有什麼人呢 大致上分為幾類人 我們跟不同的人接觸 而對自己有影響 那就是同事 朋友 家人 家人就再去分 家人就 父母 伴侶 子女 或者有些親戚 那樣 不同類型 那他怎樣去抽後腳呢 意思就是 會不會他的人生 什麼原因 他就是無辜地被捲入一些 即是原底不關他事的東西 那怎樣去 不關他事呢 譬如 妹妹是他家人 他爸爸 爛賭 那因為他爸爸爛賭 而欠了很多債 他就不停跟他爸爸去還債 我說你 你都夠了 起碼都二十歲 我認識他二十年 我不會一歲認識他 你真的一把年多 去到這個位 你是不是有時候都要為自己去想 這個也衍生很多 跟原生家庭有關的問題 我的客人都是這樣 原生家庭不好 那個媽媽心腸不好 其實是利用女兒的 未畢業出來做事 已經說明了 你出到來 那些薪金都要給我 但又不是幫他儲錢 不是怎樣的 純粹他媽媽要花貨 或者你弟弟很慘 沒有工作 你都會賺些錢給你弟弟 就說這些歪曲邏輯 那那個人是不是生出來 欠了他成家人 那完全完全就不是這樣 那些事情 其實根本都不關他事 那不關他事 那為什麼他又要捲進去呢 就是那個情的問題 因為那個情 而影響了他 他又很慘的 怎樣 都沒有辦法的 有很多時候 不是沒有辦法 有很多時候 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自己的選擇 就是我這樣 我身邊永遠不會有 情緒垃圾站的朋友 這個是我的選擇 我一發覺 我有朋友去情緒垃圾站 第一 我一開始就知道 這些人 是我人生重大的騙問 那我網上來不來 都會有這網友的 大家可以留意的 不停去對號入座 好東西就不說 壞東西都說出來 口無好話 我經常都說 口無好話的人 必然是對人家 或者對這個社會 或者人生 毫無貢獻的 你怎會和這些人做朋友 一開始我已經不會和這些人做朋友 第二 當我發覺 如果身邊有朋友 是有這樣的情況 很明顯 情緒垃圾站 當然 情緒垃圾站 那些人就會出來說 師父 你這樣 朋友之間 有些不開心 不可以說 又來這些 不是不讓你說 我也有不開心的 我甚至乎跟你說 現在 我這個節目 我就是分享 我開心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你那個 開心不開心的分享 方式 你是不是真的對別人有用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別人幫忙 因為你華明 情緒垃圾站 你不是需要別人幫忙 你情緒垃圾站 是純粹發洩 你自己的情緒 你身邊的人幫不到你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幫助自己 譬如這樣 有個感情 失了暖 失了暖 失暖就失暖 沒有什麼大不了 你跟朋友說 不開心啊 失了暖 我去吃飯 你都會馬上回答 你會再認識其他不同的人 都可以的 還是你失暖 那個男生也不會找你 你朋友也幫不到你 但你又不抽離這段感情 每天就是到處對號入座 不停去找你不同的朋友 包括那些五年前 毫無聯絡的朋友 情緒垃圾站 最厲害的 情緒垃圾站 一來就 最近怎樣 我很討厭 我說得不明白 我很討厭 我收到這樣的訊息 你有事要找我的 朋友關心 最近怎樣 OK的 但你心腸大毒 你這個其實是開場白 其實就是引我去回你 我也忙呀 年尾 你呢 他又來了 就說五六個小時 我絕對不會回覆的 這些我有去打 加個圖片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 你跟我打十個小時 好呀 我就來浪費你時間 既然你是我的騙運 我都不介意做你的騙運 你對付這些人是怎樣呢 不理他又好像不太好 不要緊的 他就打一大段事 沒所謂的 做個圖片 無奈 你一句都沒有回覆他 你有本事 你又再打一千個字 我又回覆你一個圖片 你有本事你就打 你這麼喜歡打 沒有了 打幾次就沒有人了 他們要找些什麼呢 願意接受這個騙運 願意花大量的時間去滿足自己被愛的情緒 你想深一層就知道 這些一定不是你的朋友 所以在那個情緒垃圾站 你有兩件事要留意 第一 你自己是不是一個情緒垃圾站 你不要做情緒垃圾站 你一定要用心幫你身邊的人 哪個朋友認識到我呢 嘩 真是好 我真的用處多多 我真的好像一隻牛一樣 由牛角開始到牛皮 到牛身那個肉 每樣我都有用的 聊完學我就可以 你叫我搞氣氛也可以 思維聽我的觀點去分析事情也可以 出來去玩的去旅行 所以我有很多旅行腳 為什麼呢 我又就得人 我容易 我有自己的意見 有一些好的提議 大家玩得開心 大家樂於有我這個旅行腳的 那你一定要在別人的身上 要有利用價值 而我這位朋友怎麼樣呢 他就是遇到 親戚 遇到他爸爸 嘩 對他的人生毫無貢獻 不得之 還要是拖他後腳 有時候呢 不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好 而是我們背後有些東西拖著 我們走不了 嘩他真的走一步路 都很難 那我之前有一位客人 他都是有類似的經歷 但是他的經歷比較相感 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他畢業出來做事 他真的家裡沒問題 但是一家都要去等他養 家裡很重要的經濟支柱 也都不是情緒勒索的 真的家裡比較清貧一點 他說我拖都不敢拍 我真的要照顧我爸爸我媽媽 然後呢 小妹妹那時候未長過 又要照顧 就是全部重膽 去了他一個人身上 這些是不能說的 但是 我亦都有不少閒 自小 給家人情緒勒索 剛才我說了 媽媽還未畢業做事 你要付錢 各樣在眼中才有錢 真的完全沒有感情可言 勒索 放我自己 我說你真的讀完書畢業 你可能真的給一個合理的家用 你對得住了 對得住你家裡的了 你不要再這樣 令你整個人生都沒有了 將我的人生 分配了 譬如自己要儲錢買房子 為什麼儲不到錢呢 因為 因為 爸爸要賭錢 要還債 每個月就幫爸爸還債 不通的 這件事 如果你在家裡真的有問題 需要照顧 我覺得這個OK的 很正常 很多人都會這樣 每個人都有一個家庭的壓力 但最重要 你要看看壓力是否合理 如果壓力是否合理 你就一定一定 你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是第四點 你不可以被任何人抽你的後腳 因為如果有人抽到你的後腳 你會阻礙了 譬如另外一些正常的例子 是常見的 妹妹自己會有一個家庭 養著老婆兩個兒子 對 但是要讀書 他轉了一份工作也不敢 為什麼 現在的工作 好又不是好 擺明又要受氣又怎樣 但是有一個收入 他沒有這個收入 他過不了活 這個月生活開支 過不了 這些就沒辦法了 他真的轉了一份 可能真的有機會 或者做生意 還是怎樣 但是這些你要搏 萬一搏不到怎樣 搏不起 搏不起 唯有怎樣 唯有就是 游暗於現狀 在現在的環境這樣做 所以 亦都對應我之前有說過 那個人生都要有些時間 分配一些Great Work那裡 你一定要不停去 去思想自己的人生 那個人生的路 是我們自己走出來的 千萬千萬不要想 有運 那些事情搞好 我完全完全想不到 我這一位朋友 被他家人這樣去抽他的後腳 他能夠怎樣好 他完全完全好不了 即是很傷感的一件事 他買了房子 這樣就供 其實等房子 就是供養自己的 大家都知道 慢慢供 收入各方面 都不是高收入 但勉強都供得到 等房子比較早期買 但到來後怎樣 要幫爸爸還債 為何會這樣 要叫他賣了房子 又不知怎樣 又去再借錢 為何你要加上你的人生 為何因為 你老爸不是說 健康有問題 我覺得這很正經 一定要早 反過來 我會這樣說 但如果因為 你老爸的一些惡習 而去影響到家人 這件事不公道 你想一下也是 而你有選擇 當然 見到又不知怎樣 媽媽經常叫我幫爸爸 媽媽經常叫你幫爸爸 但你要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其實應該要成就怎樣的人生 這些很明顯被人抽後腳 即是你家人染了漏襲 而衍生了一些後果 要他自己承擔 不是由家人來承擔 然後可能我弟弟沒有工作 但弟弟就不用承擔 就是要那個最有貢獻的人去承擔 或者找到收入的人去承擔 那為何會這樣呢 整個邏輯是不通的 那我就觀察到這件事 我記得我當時 我有勸告過他 我只是說 算了你放過自己 你自己有的人生 那你又說要退休了 又說要成功了 又各樣 那你供銀樓多好 你公園等樓自己 那以後怎樣都好 你賣出去有一筆錢 又可以 那你租給人又可以 你很多事情可以想 但他都不聽 然後那幾個月之後 沒有了 等樓賣賣了 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為何要令自己陷入這個困境 所以這個值得大家去思考 這個就是第四點 好 接著就去到第五點 第五點跟情緒有關 他那個人是怎樣呢 他那個人不得清醒 為什麼不得清醒呢 是不是每天上班喝醉酒的那些 他就不是的 但是他不清醒 是源自於他的情緒 他會覺得事不如我 他的人性格奮世窒俗 他有少少行為過激 有時候都會有些執著 很偏激的情況 會出現 有這些情緒的人 或者有這些想法的人 他們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最大的特點就是 他們沒有一個思考力 他們不能夠是一個 獨立冷靜的思考 而我呢當然 做人多年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我今早先跟客人都分享過 即是遇到一件事情 你是去滿足你自己情緒上的事情 還是你去想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兩樣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來的 譬如你遇到一件事情 說完沒有意思的 說十五分鐘 理性的人真的不會這樣 遇到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都可以的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可以 我們應該要怎樣做 第一個做法我們可以這樣 第二個做法我們可以這樣 第三個 其實誰會比較好 立刻去到理性討論 我們討論的內容是什麼 討論是解決問題 你聽不聽到我的重點 一個就是毫無意義在那裡 叫囂啊 吵鬧啊 我是最怕那些的 我只會冷靜 發生了大家都不想 我應該怎樣解決 那麼他呢 遇到很多問題 他只會是 只有一個份世侄俗 只有一個就是 好似事不如我 我為什麼要受這些氣 不要緊的 你要切實地去解決問題 譬如對自己工作不滿意 那麼你應該可以做什麼工作 你應該要想轉工 去到這一位 又或者你會好好裝備自己 你要吸收相關的知識 培養相關的技能 我接下來運氣 發生 講天賦知識技能 這個很重要 那麼當然 我亦不覺得他現在 很普通的文職工作 那怎樣可以發揮得好 他又沒有心機做 亦都是不安於節現狀 亦都是很奮世疾俗 那麼日常的生活 在他的人生 其實牽涉到 很多都是一些情緒上的東西 就是跟他聊天 很多都是一些情緒上的東西 完全沒有思考力 完全對他解決問題 是毫無幫助的 所以呢 我亦都不建議大家去做這件事 所以大家永遠都是 我經常都說 你那個情緒管理 是很重要 那麼我自己來說 我情緒管理非常好 你很難在我的表面 看到一些發脾氣 或者是情緒上的問題 說一些毫無意義的問題 很少很少 我全部都是邏輯理性 斬釘截鐵 一句說話 三句說話 到項目了 然後看看你 又說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看看大家同意的間區 或者大家看看大家的矛盾 怎樣 我們要解決這裡 這裡我有矛盾 這裡我有矛盾 我自己有沒有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 那麼很快可以出現很多東西 那產品一定很不同 還是有些人懶懶地走 悠遊寡斷 沒有什麼思考力 遙風擺柳 不知怎樣 人生不知怎樣 他只是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我人生想好 我想好些 現在不好 覺得我想好些 你永遠這樣想 你永遠走不了這個困局 你必然要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我剛才說 那迷光 你要把迷光的路 你就走一下試一下 又或者 我反過來 我從出口去迷光 因為我早兩天 我看到有一個迷光 也挺好玩的 現在也流行 有一本書 有不同的迷光 那你怎樣去玩呢 其實就是訓練你的眼力 那本書專門是 給一些眼睛有問題的人去訓練 令到眼球轉動 他就說 看一本書 你不要用手畫 不要用筆畫 你要用眼睛去看 那我嘗試一下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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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入口 一直看 看到一半 跟不上 去不到 不知道去哪裏 不要緊 我在另外一邊 出口 我又看對大家一半 遇到我相遇點 那你整條路就圖出來 我們人生思考都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知道 這樣這樣這樣 是對的 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想 這樣這樣這樣 是不對的 今集就是 講一些我朋友 他人生做得不對的事 而拖累了他的人生 好了 去到第六點 他人是不是不積極呢 不是的 相反 他人很積極 他很積極 常常去學很多不同的東西 上一集好像也有透露 他就是每一件事都有興趣學 嘩 無權策掌 好像氣勢 好像很磅薄 那樣 但是呢 永遠都是開始了一段時間 叛途而廢 很多不同的理由 藉口 給自己 哎呀我也是不行的 那個我也是不行的 你怎麼會讀過 Degree課程 你真的讀到十二科 你到第十科 不讀的 你無論如何 你怎麼也讀過去 那幾個月 最尾那個Term 已經 你由這些事情 你會看到 這個人 其實是很失敗 有時候 我們都是這樣 朋友也好 客人也好 我沒見過那個人 那個客人可能在說 他男朋友 或者那個客人 在說他朋友 我沒見過的 但是我可能 聽他朋友 做過的一件事 我就知道這個人 是這個人 無藥可救的 那些人 是有問題的 又或者就是我聽 這個人是好人 真正的 他有這件事 不錯 我可以有一些小的事情 聽到那個人的價值觀 基本上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你腦海就是你的潛意識 我現在由頭到尾 我都是講你的潛意識 潛意識很重要的 我們人有95%的運氣 都是由潛意識去市 我們人的行為 有95%是你的潛意識去市 只有5%是你的潛意識 其實潛意識 我都不是不注重的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不是只看那5%的潛意識 我是看那個人表面的東西 那5%的潛意識 而我去分析他95%的潛意識出來 這件事最重要 所以為什麼 有些人看不通一個人 或者要看很久才觀察到一個人 就是他沒有想過背後的95%的潛意識 到底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那 這件事當然需要時間練習 還有我覺得天生 天生你有上人的能力 聊天啊 怎樣 看一個人怎樣看一個人 我心上有一個道理 成功的人 有錢的人 必然很會看人 這個人有用 這個人沒有用 都是可能 認識不深的 可能只是聊幾句 見面5分鐘 吃一頓飯 吃完一頓飯 這個人能夾過 這個人可以做我生意上的夥伴 都是這樣 那由這件事我已經看到 我朋友是一個徹底失敗的人 在人生徹底失敗 就是他不是一次 他很多次 他的人生 我想起碼學了沒有二十樣 都十樣東西 什麼都學的 經常都說 課自己將來轉工 還是怎樣 但是從來沒有去深究 那樣東西 到底裡面 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是不是真的值得讀的呢 純粹有一個興趣 有一個想法去讀 那經典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 去學沖咖啡 其中一個 就是你一聽 那你怎麼會做咖啡師 咖啡師 坦白說香港人工不高 又或者 不是啊 師父很成功的 有些什麼咖啡大師 有自己開店 創業 但是肯定不是我的朋友 很肯定 我表又不行 經驗又不行 純粹喜歡在茶餐廳 喝杯咖啡 一定是很實質地問的 既然你覺得自己這麼有品味 有什麼文物 你過去的咖啡 這麼濃厚的興趣 你去哪裏喝咖啡 說來聽聽 我說得出的 我對咖啡很有興趣 我沒有想要做生意 但是我都可以說 我對咖啡有興趣 我真的試過不同地方的咖啡 每一個地方我一定會試的 譬如去日本東京 有一間叫北山 你看我的blog 我不是說 我當然馬上想 但我不是說過後才寫這篇blog 很多年前寫的 全東京 Tabellok 第一 我真的對著我去 我真的有這樣的 因為我喜歡咖啡 所以我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對著來去 Tabellok 頭一頭二頭三頭四 頭十間我都去 這間北山 一個咖啡的套餐 喝三杯咖啡 你聽過沒有? 價錢也挺貴的 好像也百多元 但是我滿意 喝了人生最滿意的一頓咖啡 真是三杯 小小杯的咖啡 你真是給我享受咖啡的人 去的 嘩 說起我 現在我也想去 另外 Tabellok排第二位 我又去過 在東京新宿 嘩 我一輩子都記得 我也是充於他而去 我特意我開車去 那大家去過新宿 知道吧 你永遠不可能在新宿停車 我就是在新宿 嘩 這麼好 有位置拍 那些露天的 Times那些 那些 拍了 嘩 拍了我人生最貴的 一次拍車 好像成1200日圓 一個小時去到1200日圓 嘩 1200日圓等於多少 那時候還好像不知一對百 一對十 差不多一百元一個小時 就是拍了車 就是為了去喝杯咖啡 那間店叫Coffee Tramp 你看我的冊子 你亦都會看到 當然咖啡很好喝 有甜品 有品味 嘩 沖咖啡 重點是什麼 你可以說得出 這個我未說完 其中兩樣 日本另外還有一間 那個藍色Logo 那個不知是冰滴咖啡還是怎樣 亦都是全世界很出名 當然 我就不覺得就是這樣 但起碼我試過 我真的說得出 我朋友 你又這麼熱衝 又什麼什麼什麼 你喝過什麼咖啡 你不如實質 他沒有買過 純粹就是在茶餐廳喜歡喝咖啡 那你做咖啡師 而他腦海不停幻想 其實都可以成功的 你看那些人有什麼自己做 是 但那不是你 很肯定 別人去參加 又比賽又各樣又那樣 結果又怎樣 又是 又上那些工聯會班 又不知什麼 四堂幾堂幾個水 上不就又不了了之 他永遠失敗就是這樣 永遠就是開頭 做些事情 勉強完成了 沒有後著的 你又不是想做咖啡師 他興趣多 他真的不同時間 想學一些東西 但學一些東西 可能滿足他學野心態 而不是真的實際 對他人生是有幫助的 因為人生的子彈 其實是很有限的 我們不可以花時間太多 說十樣興趣真的不行 當然 我又沒有一些毛尼拉加 不是我工作有關 而我自己真的有興趣 又彈琴 我擺明的 我怎會做演奏家 我現在一級琴我都不行 樂譜不行 但我得到滿足 自己彈一些流行call 自己唱不錯 叫玩 我一直做直播 我負擔到 而我不是每天 現在我十六個小時去彈琴 不是這樣的 學日文 也不是學日文 其實也有關 我去日本旅行 嘩 我講很快的日文 問一下路 餐廳 我最喜歡的就是去按摩卡車 跟主廚的一些對話 很閒話加常 我其實最享受那個部分 酒店 去做一些審訊 訂餐廳 我其實就是這樣 去百貨公司買東西 這不難 還有實際 好了 跟我工作有關的 例如我去學那些網上課程的平台 一些市場 一些市場 博物 新聞 很多 我全部有目的 我有目的 我花費我的時間 去換取一些對我工作有幫助的東西 但我這個朋友就沒有了 他學的那些東西 全部久不回答 儘管他經常想回答到線 但其實是回答不到的 例如另外一樣 他學了 好像比較長時間的 學NLP 我 也有不少朋友 也有學NLP 但NLP其實說什麼 你自己知不知道 NLP嘛 什麼叫人正面 那你是不是一個正面的人 你自己說 你怎樣正面 你不要說我是一個正面的人 你不如告訴我 你做了些什麼 而告訴我 你是一個正面的人 沒有 你發脾氣 不懂溝通 開口夾著你 不斷去得罪人 九吾答八 奮世疾俗 時不與我 這就是我觀察到你的 全部毫不含糊 沒有情緒 很實質 到你了 你說吧 說不出 我就是不開心才去學NLP 喂 你可以這樣去想 但問題不是你想上NLP 第一課 你會想到將來有什麼商機處處 有什麼他又會請導師 將來又可以做這些 不是這些 完全不是這回事 真的搞錯了 所以不會就是 人生有很多事情搞錯了 最重要的 運氣法則的課程 我會說 你的天父 你天父就是NLP NLP要有感染力 我可以做 我有感染力 我感染你聽到這裏 現在 我有感染力 我不會聽到 有共鳴 我去應用在我日常生活 聽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那不是這樣 你唯有要有這個特質 你才可以搞到課程 之前有理想我課程的朋友 都知道我對課程很熱誠 我真的一心想你好的 我去幫助你的 大家會被那個氣氛感染 永遠都是 到課程快要完結 一片歡呼聲之中結束 大家都不捨得走 相逢恨晚 嘩 師傅 如果真的可以搞多一天就好 我很喜歡上課的氣氛 很喜歡同學之間的互動 真是令到我那一天 暫時忙卻了我所有人生的憂慮 而你真是給了一個堅定的信念給我 我是可以向好的 嘩 我真是謝謝你師傅 那我過去真是有不少客人網友主動來信多謝 我不是我的作家 這些是甚麼 這些是甚麼 是一些記錄的 是一些reputation 實質的 真是有人這樣跟我說 好了 到我的朋友 那你呢 過去有沒有一些人說你很有感染力 改變他人生 很明顯沒有 你自己的人生都濕了 個個都是看著你 喂 將來千萬不要像Peter這樣 嘩 人生真是麻煩 記住記住 不要像他這樣 知道嗎 永遠就是拿他來做話題 做反面教材 那你這樣 你怎樣去搞NLP 令我們很搞笑 有時候也有些廣告 你知道現在Facebook 有些廣告出來 甚麼NLP 那些 有時候我都會有留意一下 就是看一下這些人 這是甚麼人 我最注重這是甚麼人 就好像那些感性作家 在感性文章 做了一篇東西 我就是要看看 這個是甚麼人 這個人都沒有拍過拖 你說甚麼感情技巧 有人相信 而真的有人相信才是恐怖 好了 他是NLP的導師 當然 講清楚 我不是說所有NLP導師都是這樣 只不過是我看到 其中有一個 我拿來做例子 進去Facebook 嘩 負面情緒 情緒 很明顯 每天發負面的負面 最令我印象 是有一個負面的聲音 是憎死你成一千 有一件事 情緒爆發 他很討厭那個人 憎死你 然後複製 一千 都是憎死你 這個人怎樣資格 做一個NLP導師 他人生都出現問題 你怎會找一個人 要感染你 但他就是憎死你 他就是情緒 他就是憎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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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偏激 我怎會這樣 而我朋友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有很多時候 感性的思維 當然要這樣想 都不是的 還沒做過你 不知道行不行 你真的不要跟我來這套 理性的人 有九成的人 是預測得到的 已經是預測得到的 即是有個人 雙手 可能先天 我不知道什麼精兆 喝咖啡 喝什麼神經衰弱 雙手不斷動 你覺得他如果去讀醫科做手術成不成功 我就說他不成功 為什麼 你做手術你要剪的 那些器官 這麼細微 你這樣去剪嗎 這樣剪 這樣啊 好了 我講完我的想法 到你了 你覺得他成功 你就來吧 又來這些基本感性垃圾邏輯 他這樣手震 不代表他做不到手術 即是又來這些 你聽到那個問題的重點嗎 那個問題的重點就是 沒有思考力的人 說出來的 完全是不值得討論的 你反而 你反而不會說 另外一些東西 可能會真的有他的理性邏輯在裡面 這樣可以繼續討論 不是啊 師傅 現在做手術 你不需要用手的 知道嗎 最新配了霍金 其實我眼球 你可以控制到儀器 這樣可能可以 起碼會合理一點 都未必可以 這個人要讀醫科 但如果這樣 他這樣 其實未必代表他做不到手術 不要搞這些 我們人生 真的不可以花時間去討論 討論這些東西 好了 到最後一點 我不太肯定 但這個是我的觀察 留給大家去想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 給大家參考 就是怎樣呢 他就不運動 一生他都不運動 這個不運動 背後有很多東西 我不能夠斬釘自鐵 就是說 那個人不運動 不成功 不會的 相反很多有錢人 完全沒有運動 肚滿腸肥 有很多錢 成功的 未必是他不成功的原因 但是呢 相反就是 會不會運動 很多時候都會有成功 尤其我看到男人 如果有運動 因為運動其實代表什麼呢 運動其實代表他有一個自制力 所以自制力 會很簡單 儲錢啊 理財啊 各方面 咦 可能都會好些 可能會是這樣 第二樣 你運動了 你才會健康 嘩 他現在那些高血壓 慢性病 你能說出的慢性病 全部都有出來的 其實是極其危險 我看他的身體狀況 的而且很令人擔心 但他自己從來沒有擔心過自己的身體 每天就好像任勞 然後任怨 嘩 放假又睡覺 總之是極度不健康 你看下去 稍微會運動一下 會令自己的人 有些紀律 各方面 會從此好起上來呢 我覺得也會的 因為健康就是財富 你沒有健康 其他事情你不用說 但是 他的健康 我看來日漸這樣差 會不會對他來說 人生出現了一個大警號呢 你賺多多錢 你有什麼想法都沒有用 如果你沒有健康 你怎樣去做事 你很難可以去做到事 所以這個我留給大家去想 我覺得也不是一定不運動 就不成功 未必的 但我只不過是 清楚自出告訴你 如果不運動 就有這些問題 如果運動 有什麼好處 運動的好處很多 不多不少 我自己也有運動 我也是這樣 我自己做過的事 我覺得好 就推介給大家 一個星期三天 我覺得不需要很重睡 不需要的 不需要好像我這樣 要重睡又怎樣 不用的 一個星期三天 散阿寶 去公園 15分鐘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運動 已經是不錯 你起碼要令新陳代謝 令一些器官 動一下器官 類似是這樣的 好 聽完兩集 相信大家都得益不少 記住 大家要避免 我朋友這些真實的例子 真實的反面教材 而令自己勝就一個好的人生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